炒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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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米粉跟米粉炒 有什麼不同 有同學根本就不知道 我在上課的時候 我沒有加炒米粉 我加米粉炒 因為我的台灣小吃裡有這道菜 所以他們說 原來是不一樣的 炒米粉 就是生的米粉 就是這樣炒到熟 米粉炒是米粉 用細的米粉 是用汆燙的 水燒開就汆燙起來之後 再來拌掉 拌上豆芽韭菜 鹽胡椒粉 還有豬油 一定要拌 油蔥酥這樣 再加上肉燥 這樣 他就放在那個垂道上面 有一個木 木他一直這樣子放在上頭 一直在加熱加熱溫溫的加熱 這樣他要保持溫度 這樣子 一盤的是米粉炒 一盤的是大米炒 就是油麵 那這不是用炒子 他是用拌的 可以叫大米炒米粉炒 跟我們的炒米粉是不一樣的 好 那我首先 我要介紹我的米粉是哪裡的 因為米粉的產地不一樣 來看一下 我這邊是用粗的米粉 粗的米粉 不是最粗的 就是人家煮米粉湯那種 煮不爛 不是那種 這粗的米粉 我用的是頭混煎三的 頭混煎三的米粉 是很有名的 他是用再來米粉 是米來做的 純米來做的 純米的 有一些米粉呢 他有 你所帶有那個 地瓜粉或太白粉 這不一樣 但是有細的 還有一個摧粉 摧混 血混有沒有 就是菜市場裡頭 他繞圈圈的 他已經濕的 然後呢 你要多少 要剪多少 半斤一斤這樣剪給你的那種 那種摧混呢 那適合 適合那個 煮湯 炒都可以 那我今天用的是 煎三 也就是 頭混 苗栗頭混煎三的 很有名的 是純米的米粉 是大粗的 那有人說 新竹的米粉也很有名 葡里的米粉也很有名 沒錯 當然也都很好吃 還有呢 我記得南投的那個分岩 分岩的米粉也很有名 你看看你們住在哪裡 哪個地方 請告訴我們 所以我們給同朋友們分享 你家的米粉都喜歡炒哪一品牌的 哪一個品牌好吃的 還有你的做法呢 有什麼特殊 來跟我們來分享 好 那我們首先知道米粉 那米粉呢 來我們看一下 有的人先米粉 用燙過 有的人是泡冷水 把它泡軟 那我這裡呢 我也是要泡軟 但是呢 請記得不要泡太久 一軟就要拿出來了 你泡太久的話呢 它已經吸收了很多的水分了 它等一下 我們湯汁它吸不進去了 而且爛爛的 好來看一下 我這炒一片就很大盤了 看我這也是溫水來 我不用這大鍋子 因為我不要把它折斷 因為它太太 我就把它泡進去 放在裡頭浸泡 我只要讓它軟就好了 一軟就要拿出來 撈起來備用 不需要瀝缸 我撈的順便瀝缸 是 你看我沒有把它折斷 因為折斷的話 怕太細了 可是它炒的過程 它也會斷 會會會 但是它絕對不能用鏟子炒 是 小溪你在用什麼炒嗎 我記得用筷子 厲害的師傅 都是用筷子在炒菜 沒錯 要用兩雙筷子互相來拌 現在只是稍微軟 你看還硬硬的喔 是 還硬硬的喔 這個是可以把它剝開啦 把它剝開 不然它是糾成團狀嘛 對不對 好 我要切高麗菜絲 我都洗乾淨了 把它瀝乾水分的 這個 韌心我先上 你也不用切得太細 讓它有口感 好 這樣 四分之一顆對不對 好 四分之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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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一顆就很多了 來我之後把它拿出來了 好 那我有紅蘿蔔 來 紅蘿蔔 配色 我沒有刷槍齁 我用細細的細絲 刷槍會比較粗嘛 泡絲那個比較粗 其實用一小條而已 配色用的 喜歡吃的可以多放一點 喔可以啊 當然可以 對 來我切成薄片 然後切成細絲 對 小心我這刀子非常利 我這個是檳榔刀� 來切香菇 這香菇必備的嘛 香菇很重要 對 香菇必備的 香菇肉絲 擠乾水分 擠乾水分 對 香菇不用切太大 因為我們的米粉 就細細的嘛 好 五花肉 這是必備的東西 那我知道有人還放魷魚 但是那魷魚現在很貴 再加上魷魚會硬 比較硬 如果家裡有老人家 可以養不動 所以呢我都捨棄 魷魚沒有放 就必備的就是肉絲啊 香菇絲 這米粉要用大鍋炒 大鍋炒 對 因為它必須要用拌嘛 好我把這次不要的那個 刀子拿掉好了 來看一下喔 我們除了這些材料之後 還有蝦米 這蝦米用紹興酒先浸泡過 我這是小蝦 就是送米 好 那我現在要洗油鍋了 好 我這裡有準備那個 鵝油蔥 你用豬油蔥也可以 我用鵝油蔥 一定要加喔 才會香 但是我不要全部 全部放 這是現在碗的芹菜末 對芹菜末 對我先切起來了 好 那我來放我們普通的油 來 鵝油蔥 對 豬油炒是比較香啦 我們料這麼多 所以油不能太少 乾乾的也不好吃喔 好 那我剛剛講的 先炒香菇 好 好 那現在也都說 油不用太高 油溫不要太高 加放 這樣你就不會爆得很厲害喔 嗯 你會吸到很多的油煙 好 我們香香菇 聞到香味之後呢 我再放肉絲 好 我這時候肉絲放進來了 好 肉絲也要炒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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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炒到旁邊 炒到變色 好 再翻在一起 現在你看肉已經變色了對不對 變白了 我可以到旁邊 來 我可以來炒香菇 這香菇 這香菇是泡過了喔 對 用酒泡過可以氣鮮喔 對 因為湊頭湊頭嘛 好 好 我弄小小蝦米 這叫做送滴喔 對 不然太大蝦米 越個兒越大的越貴 再加上呢 你就吃到很明顯的蝦 蝦米的味道 我們這樣子 然後擦均勻 好 你看 我這樣蝦米呢 再炒香 我分開這樣會有層次的 先香菇香 肉香 蝦米香 出來 好 然後等一下再放這 芹菜是最後放的 好 來 我現在先加這什麼東西 來 素蠔油 香菇素蠔油 不要讓它 比較甜不白白的吧 嗯 有一點點顏色 有一點點顏色這樣 好 拌一下 藥油 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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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這時候呢 拿去 高麗菜放進來了 芹菜最好嗎 好 紅蘿蔔 我這個先拌炒 再放紅蘿蔔 來 我剛剛想為什麼先出蠔油呢 那肉香就出來了 好 紅蘿蔔也放進來 好 料就是這麼多了 我們炒米粉胡椒粉味道要很多 要很重很重 胡椒粉很重要 對 胡椒粉很重要 很好吃 好 這時候我要放入水進來了 麵粉也可以 所以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太多的話呢 它米粉炒起來是濕濕的 太少的話就太乾 會怕鬼 好 我光放了一些素好了 這樣味道是不夠的 所以我還要再放點鹽 這些 把這個味道吸一吸 放點鹽 慢慢放 這個魚粉對到香菇酥蠔鹽也很重要 很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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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蘿荔酥它會加醬油 難怪很深 加酥蠔鹽它帶點甜甜的 帶點甜甜不會那麼稀強 但是我沒有加糖 但是湯汁裡頭就是 有點鹹鹹的這樣 有點顏色不亂的顏色 我試試看 好 你看喔 我現在就用兩個手 這樣來拌開 要讓它吸收這湯汁 對 拌到這湯汁被米粉吸乾了它就好了 對 所以你的米粉絕對不能靠水 泡得太軟 吸了很多的水 它就吸不到這個醬汁了 好 慢慢的你看湯汁被吸收了 就完全好 它就Q了 請記得 這個時候呢 我要放 我用乾淨的 乾淨的挑戰 放點鹅油 放點鹅油 放點鹅油蔥 鹅油蔥 油蔥燒 豬油蔥也可以喔 這隻你看 這樣才香 整個放進去就香了 好 我放超兩三大食 好 我這放了 鹅油蔥進來 來 我們來看看 最後全部倒 現在芹菜也很便宜 它這個米粉就很適合芹菜味道 一定要有芹菜 芹菜是因為切細細的嘛 稍微一溢熱就好了 好 OK 我這樣把它拌勻 你看 你看看你的湯汁 沒有了吧 湯汁被吸光了 對 然後這米粉也沒有很乾 沒有很乾 然後呢 也不會很油 但是它還亮亮的 對 這樣就完成了 這很Q了 好台灣味喔 很台灣味 對 很台味 很台味 對 好 我熄火 我熄火 不然下面會發鍋 很油 你吃了 用不足 被黃金